大家好 家里的南瓜别煮着吃蒸着吃了 今天我来教你一个新吃法 出锅就连家里挑食的孩子也能吃上四个 蓬松轩软 比面包都香 好吃一消化 做法简单 一圈三连 求个关注 首先准备一块老南瓜 先将外皮切掉不要 南瓜皮去掉之后 一切为二 把里面这个一点点南瓜瓊去掉不要 再改刀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尽量切薄一些 这样方便下一步操作 切好的南瓜片放到你家的盘子里面 端到蒸锅中 盖上盖子上气即时 把南瓜蒸至软面 一眨眼的时间大家看一下 用筷子轻轻的一压就碎了 像这样就蒸熟了 倒在大一点的盆中 喜欢吃甜的再放入10克白糖 再用一把叉子把它压成细腻的南瓜泥 南瓜泥料汁不烫的时候 再倒入耐高温的干酵母 我这里放入4克 再把酵母搅匀 再分少量多次的倒入普通面粉 边倒边搅 这里不需要加入一滴水 用南瓜的水分就可以了 最后把它调成 软硬适中的面絮 小手洗干净 下手再把它和成面团 大家看一下 最后把它和成这种 不是很软 也不是很硬的光滑的面团 上面盖上盖子 给它饧发两倍大 这时候的面团也饧发好了 里面全是细腻的蜂窝 现在把它取出来 案板上撒入少许干面粉 放到上面揉面拍气 把它揉光滑 揉好之后 直接搓成长条 再根据个人的爱好 把它揪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下面取出一个剂子 把它揉成圆形 上面再撒入干面粉 用手把它按扁 用擀面杖 把它擀成一个牛舌的形状 擀好的面皮上面 放入一把咪咪豆 把它放均匀 从下到上 把它卷起来 像这样一个生配就做好了 先放一旁备用 下面再取一个面剂子 用同样的方法 先把它揉成一个圆形 上面撒入面粉 用手把它按扁 用擀面杖 把它擀成一个边缘薄 中间厚的面片 擀成这么大就可以 挖一勺秘密豆 放到上面 像包包子的手法一样 把它包起来 包到最后 再把这个口收拢捏紧 放到案板上 在两边按一按 把它按扁 用擀面杖 把它擀成一个牛舌的形状 翻过来两面擀 这样均匀 找一个我家孩子画画用的小刀 像这样轻轻地斜刀 划一条线 也不要划到底 划好之后 再翻到另一面 从下面往上把它卷起来 像这样一个非常好看的 花样生配就做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两款都没有一点复杂的动作 你最喜欢哪一款呢 欢迎评论区下方留言 全部做好 上面盖上保鲜膜 醒发两倍打 大概醒发了十分钟 个个都变胖了 用手拿起来轻飘飘的 像这样就醒发好了 均匀地把它摆到笼屉中 中间留够足够的空间 这样在醒发的时候就不会粘连 把另外一款放到上面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改为小火 上汽及时 蒸15分钟 时间到了 不需要焖 直接打开盖子 哇 太漂亮了 每一个都金黄金黄的 看着就特别的诱人 大家看一下 用手按压 立马回弹 特别的鲜软 像面包一样 这样用南瓜蒸的 秘密豆花卷 真的是太棒了 松软香甜 看着比面包都好吃 下面一锅也非常的漂亮 金黄金黄的 摆到镂筐中 拿一个近距离 让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太鲜软了 掰开看一下里面 组织细腻 一层一层的 包满了蜜豆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哇 香甜细腻 比买的面包都好吃 刚出锅 我家的三个女儿 一人吃了三个 喜欢的朋友 你也收藏起来 做给家人尝尝吧 做法特别的简单 全家人都爱吃 好了 今天我带大家分享的 南瓜蜜豆花卷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做法 请动动你 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赞收藏转发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